鸭鹿江全长795公里 是中朝两国的戒河 像一块龟裂的碧玉镶嵌嵌在群山环绕之中 风景秀丽 水添一色 水中鱼类资源丰富 因此吸引了不少钓鱼人前来 江面两侧有序排列着发钓台 便是供给钓友们垂钓的场所 我们弄在鸭鹿江畔的这个江岔上 这个福台上钓也是第一次 前里迢迢的橄榄也是想体验一下 北方和南方吊富它有什么不同 其实呢道理是一样的 只是幻境不同而已 长阳在山水之间 饱览湖光山色 令人心旷深意 乘船来到了位于水库中央的阀台上 充满期待的垂钓之旅即将开始了 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吉林省 这个是一个通化地区吉安市 雅禄江的一个江畅 那边就是朝鲜 那边就朝鲜 对 中朝变夜 你过去过来吗 过不去 不能去 这样的地方可能就是包护的好一些 对 钓鱼特别多 这样的风景也很好看 这个网向是很早以前就已经废弃了 现在不要搁往下了 拆除了已经 这个水大约应该在13米到20多米 就这么个情况 13米到20米 对 其实这就是发雕台 咱们在发雕台上有数个碗 我们北方扎这个发台呀 北方也很少掉发雕 我们初步量了一下 我们那个吊点 发雕那底下 大约在13米到14米左右 所以说你用手杆你掉不到啊 是不是啊 你掉不到底 所以说我跟老爷爷说 我说你来你感受一下 小伙伴 咱们收拾东西吧 收拾东西赶快伸出来 咱们就直接用手杆掉去撕了 还是按照那个什么 咱们你不是说这草与里有都有吗 对 正身的水啊 有估计都能起来 到时候咱们就是 勤杀杀杀颗粒油 挂颗粒或者挂杀棉儿掉都行 那就根据你的经验调吧 你怎么只会 问题不大 我们怎么掉 好 来吧 是我第一次在来江边做吊 当时来的第一眼 看到这整体的环境啊 风景啊 各方面都非常好 对于在福台上的吊吧 感觉很新鲜 也对这次做吊吧 也特别期待 北温 咱们吊这个水库的 富吊的时候吧 其实都是很少 很少 这个地方我来的也少 小伙伴 也没这么吊过 没吊过 好好学习 小伙伴 吊链鱼就是第一次 你还别说吊着了 现在这个在发吊台上 用手杆吊 用手杆吊富 吊不了底啊 杨老师一说 夜深迷的水深 我说这怎么吊 没法吊了 你看看师傅怎么吊 你就这么吊 你用几号打下小伙伴 五号 我觉得四号可以了 四号 吊水库我一般都是 六七号七八号起步的 太大了 七八号 我这就五号线 我都嫌小 杨明湾啊 就是让你上这儿来比赛的 谢谢小伙伴 我感觉水库嘛 水深大雨 你有大雨 碰到大雨怎么办 近大 感觉 要人熟悉的话 这里大雨真有 对了 其实我们钓这个自然水域啊 你就是看 你想干什么 说我就是为了钓到 那你开始可以用 谢谢 那我这里边大雨 小时候有 一个就是一小带大 一小带大的概率太低 大的肯定不好 关键就是什么 你比方说有一斤子以上的礼物 你出现也能吃一些 那就大点吧 是吧 挺师傅的吧 你可别听我的了 他用你用心寒 拉断了到时候 你叫你养老师的配 可以吧 嗯 我还是用 你干大的 知道吗 我还是用过五号 好 你在自然水域里 你看长长的 你有没有来过 你晚上要有大的了 这个都不保险 我跟你说 先试试个钓 先试试 这个 特别说不要跳太高 我们一边也是挂海的跳 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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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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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